Hello 大家我是李杰 今天我想要来跟你们分享一个 我一直都很想跟你们聊的话题 就是投资小电器 自从我买了这些电器之后 我真的发现我的生活变得更加轻松 然后便利又健康 所以如果今天你们也对于投资电器 还蛮有兴趣的话 一定要继续看下去 以下这些产品都是我使用了一阵子之后 我真心觉得好用的电器 第一样呢就是滑鼠 这滑鼠呢是人体工学的滑鼠 我以前是使用一般型的滑鼠 那因为我是一个非常长时间在用电脑的人 所以呢我就发生了很严重的手腕劳损 就是那个劳损是我在睡觉的时候 都会感到非常明显的疼痛 会痛到影响我睡觉的 所以我之后就找了很久之后 我就发现我应该要来买这种垂直式的滑鼠 那垂直式的滑鼠到底跟一般的滑鼠有什么不一样呢 简单来讲就是一般的滑鼠使用你手腕的肌肉较少 所以比较容易会产生劳损的现象 但这种直立式肌肉它是 在你移动这个滑鼠的时候是使用到手部更多的肌肉 所以比较不会产生劳损的现象 简单来讲是这样 但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再去查一下 那我自己当初是原本是想要买逻辑的一个很有名的直立式滑鼠 然后就有了一个比较平价的这个牌子叫做DELUX 然后它有一个中文名叫多彩 我看一下 对我就买了这一款 买了这我觉得真的是宝藏 因为我买完之后呢 它既平价又完全解决了我的手腕疼痛 我自从使用这个滑鼠之后呢 我完全没有在喊我的手腕疼痛 或者是有那种滑鼠手啊发麻的现象 完全没有了 而且它的价格非常的平价 而且它还有很多的款式可以提供你选择 可以依据你的手 手大或者是手小去选择你需要的滑鼠 所以我觉得这个品牌真的是解救了我的手 让我的手更健康 所以如果你也有这种滑鼠手的问题 一定一定要赶快去投资一个人体工学直立式的滑鼠 好那接下来呢 第二样也是因为我长期使用电脑 所以我非常需要的一个产品 就是这个键盘 人体工学键盘 因为呢我使用了人体工学滑鼠之后呢 非常的成功 那久了之后我发现 诶不对啊 我连使用一般的键盘的时候 我已经开始 我的手也有一点状况了 因为真的长时间使用后 也开始会痛会酸 整个肩膀会很不舒服 然后我就想说好吧 我觉得我应该要投资一个人体工学键盘 然后早来早去呢 最后我就只好选择逻辑的 因为在那个时候的时候呢 好饶口喔 应该是说在我要买人体工学键盘的时候呢 市场上没有太多的选择 而且我是使用苹果电脑的苹果系统的 能跟苹果系统比较好搭配的就是逻辑的这款 人体工学键盘 那这个价格呢 当初我买的时候我是是会有一点心疼的 但是我就想说算了啦 为了我的健康投资一下没有关系 好那这款键盘呢 其实说真的网路上有非常非常多的人在推荐 什么好处啊 什么你的知识 为什么会因为使用这个键盘得到缓解 这些我相信网路上已经讲到烂了 而且讲了非常多了 但我在这边必须要跟你讲一个事情 就是我觉得是网路上他们推荐者 有点轻描淡写带过去的一件事情 就是当我刚收到这个键盘的时候呢 我发生了一个适应不良的问题 当我们是这种长期使用电脑的人 就会发现有一些快捷键啊或者是我们很 我们可以很轻易的盲打 然后去很有效率的去处理我们工作上的事情 但当我换了这键盘之后我发现天哪 好多键都是在位置在不一样的地方 然后有一些快捷键的那个姿势 我就有点没有办法习惯你知道吗 但是我当下要告诉自己 你已经花了这么多钱买这个人体工学键盘 你一定要去适应它 所以呢我其实真的是花了一段时间去适应我这个键盘 那在那段时间上来讲的话 确实我的工作效率就大幅的下降这样子 那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是 被一些推荐者有点轻描淡写的带过 但这件事我必须要提醒你们 就是你需要跟这个键盘有一段的适应期磨合期 你才能发现它的美好 如果你撑不过这一段磨合期的话 你就会说啊这是一个烂键盘 但是如果你撑过的话就会像我一样 我就觉得天啊它就真的是拯救了我的双手 它非常非常好用 我撑过了那段磨合期之后呢 我整个工作效率也是一样 跟使用以前一般型的电脑 一般型的键盘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然后它也可以让我在工作的时候 整个姿势整个肩颈更加的舒服更加的放松 所以我非常的喜欢它 那我也呼吁大家可以尝试看看 然后要真的要让你自己撑过那一段跟它的磨合期 你就可以发现它的美好之处 接下来呢我要跟你们讲的是除毛仪 除毛仪就是这一个You like的除毛仪 我先讲一下之前的故事 我跟除毛的故事好了 之前我在曼谷的时候呢 其实我有去医美 因为大家也知道曼谷医美其实还蛮兴盛的 所以我就去医美去做一些除毛的课程 然后那个阿姨就跟我讲说 你要买多少的课程啊 你才可以除毛这样子 然后等到我买完一定的课程之后呢 打完了之后那阿姨又说 我觉得你这样子好像还是除不干净 你可能还要再继续打 才可以看到你想要的效果 那结局当然就是想当然 我完全没有办法得到我预期当中的效果 简单来讲就是我有点被欺骗了 所以从那一次经验之后呢 我就对于医美的除毛保持着一种 不太敢尝试的心情就对了 然后那个时候呢 我就有听我朋友在讲说 有家用除毛衣这个产品出现 那那个时候我记得应该是18年之前了吧 就差不多那个时候 所以家用除毛衣这种东西 其实还没有很顺行 所以那时候我也就是听听就好 然后就放在心里说 如果有的话我可能蛮想要买的这样子 那一直到最近 最近这个U-LINE不是常常在看到很多人在推荐吗 然后之后我就收到了U-LINE 然后就想说到底到底是真的假的 我要自己来测试看看 所以呢我就做了一个测试 就是因为我其实有腿毛 而且腿毛这个东西是让我蛮不自信的 好那不是重点 重点就是说我把一只脚的毛就是使用了U-LINE除毛衣 然后另外一只脚没有 我大概测试了一个月 反正大家直接看图片就知道 我现在两只脚有多尴尬 我一只脚有毛 然后现在我另外一只脚没有毛 所以呢在这一个月测试下来我就觉得 欸好像是真的耶 就是这一台是真的有效抑制我的毛囊生长 然后来达到我想要那种 没有毛的肌肤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自己这个一个多月使用下来 其实我真心还满满意的 那这台机器其实好的地方在于说 它的头是一个蓝宝石冰点头 所以你在接触你的肌肤是完全冰冰凉凉 不会有那种过热的感觉 那再来这机器使用上其实也很方便 因为它整台机身就只有两个按键 开关键还有能量大小键是同一个键 再来就是这个最大这颗就是施打键 施打你的除毛衣的时候的除毛键这样子 所以使用上来讲我觉得非常的简单 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一定要很认真的提醒你们 就是这台机器当你在使用的时候 务必一定要戴墨镜 这很重要 它们其实有附给我们 它其实都有附啦 它有附给我们墨镜 是这样子的 就是可以这样戴起来 它还有对了它还有附刮毛的 那这两个东西其实我都比较习惯用我自己的墨镜 或者我自己的刮毛器 但是这边要提醒大家就是 你在施打它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戴墨镜 再来就是要把你的毛发稍微刮一下 不可以很长 就是你毛长到很长的时候再去使用除毛衣 会影响它的作用 你要刮到一定程度之后再去施打它 才比较能够深入你的毛囊里面 去抑制你的毛发的生长 那为什么它在施打的时候需要戴墨镜 是因为它在施打的时候会有一道 一个道红光出现 那道红光会刺激 会刺激到我们的眼睛 那我觉得它还有一个技术 我觉得是还蛮 算是技术吗 应该说它有一个功能 我觉得其实还蛮棒的 就是这台仪器它一定要完整性的 贴合我们的肌肤的时候 你按除毛键它才会散除那道红光 所以不用担心 它是要在你肌肤很密合很密合 贴合的程度之下 它才会散出那道红光 那所以如果大家有要考虑说 要买除毛衣的话 真的要确保说 不管是任何品牌 就是你们要思考一下 你所买的除毛衣会不会漏光 这件事我觉得真的很重要 那这是应该是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一定要跟你们讲 就是我很害怕你们忘记的一件事情 就是打的时候 然后请你一定要戴墨镜 要保护你的眼睛 那打之前呢 你也不要涂抹什么东西在你的皮肤上 打完之后如果你觉得你的皮肤比较干 你就可以涂抹 它会送我们那个 它有送我们这个芦荟 芦荟凝胶 或者是我会擦我自己家里的保湿用品 就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我自己真心觉得 如果你真的是有除毛需求 而且你又不是一个懒惰的人的话 可以入手它 我大概一个礼拜打个两三次 就有很明显的效果 而且你们可以看 看我现在两只脚 一只脚有毛 一只脚没毛就算了 一只脚还比较白 我在想是不是 因为它那个红光的关系 会让我的脚比较白 我不太清楚 但是我觉得我现在两只脚有点 有点莫名其妙 但是蛮好笑的 反正不是重点 反正我只要告诉你就是 我这一个月测试下来 我自己肉身实验 是觉得真的蛮有效的 那这次YouLike的奶奶有给我折扣码 请你要记得去我的资讯栏里面打开 有我的专属折扣码 可以省下300块台币 而且如果你在下单的时候 标注我的名字 礼节我在慢生活 还可以获得冲牙器 我这个冲牙器 我要跟你们讲 你知道吗 我刚收到它的时候 我没有想到它这么好用 因为我完全不知道 蛤?冲牙器是什么啊? 然后我妈就跟我讲说 天啊 是冲牙器耶 我非常想要使用冲牙器 然后我一开始 其实还不太会使用 越用之后 我终于抓到它的那个窍门 会用之后我就觉得 真的很好用 然后现在这台冲牙器 就是我跟我妈现在抢着用 因为它有多给我一个头 所以我的头是这边有用指甲油画一个印记的 然后我妈就是没有印记 反正我们两个就轮流用 因为我们自己都觉得很好用 因为我觉得对于牙齿保健上来讲 投资一台冲牙器 其实真的也是蛮重要的 我们自己的流程是 先用牙线 再用牙刷 最后使用冲牙器 那这个也是我去牙医师 我有去问我的牙医师 然后他也推荐我 是这样子使用这样子的流程 好 所以记得要使用 记得要标注我的名称 就可以获得这一台冲牙器 简单来讲呢就是 如果你买了这台机器的话 这台机器 你可以获得好多东西喔 其实它还有给我你知道吗 它还有给我一个牙刷 你可以看到这只牙刷已经有使用过痕迹 这是我妈在用 它一直在用 所以它也觉得还蛮好用的 然后呢 它给你牙刷之外 它还给你三个刷头 非常好 非常贴心 三个刷头 还有我刚刚跟你们提过的 这个刮毛的墨镜 再来 再来就是刚刚跟你们讲的那个 诶我的 最后就是它会送你这个芦荟胶 但是我是比较希望你们 要拿到那个冲牙器 因为我觉得真的很好用 嗯 好 好 这个关于除毛衣 你才会就差不多告这个段落 哦还有一件事情很重要 我突然想到 就是我跟你讲喔 就是那时候我在拿到这台除毛衣的时候 我是在台湾 然后我就很担心说 我会不会拿不回泰国啊 因为我想要继续用它嘛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不用担心 因为它这个是国际电压的 所以就算我不管在哪里都可以使用 然后那时候我也很担心 我说那我到底可不可以拖孕啊 我要放在哪里才可以带回泰国再继续用啊 哦 结果这一台呢 是直接可以放拖孕里面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我亲身测试 所以我觉得很方便耶 你就可以带去各地 都很方便 然后小小一排 就是 谁充 诶 谁插谁用 嗯 有需要除毛的人 真心可以试试看 但是你不要懒惰呢 要是你很懒惰不常使用它的话 那当然就是没有效果的 嗯 好 最后一个要给你们推荐的就是吹风机 是这一台Panasonic的水离子NA98吹风机 我以前呢 真的是还小不懂事 我觉得吹风机有什么大不了的 这只是吹干头发而已啊 不需要买太贵吧 不 真的不是 我跟你讲 嗯 不能说便宜 应该是说 比较平价的吹风机呢 因为资金有限嘛 所以它没有办法顾虑到这么多方方面面 所以有时候会造成你在吹你的头发的时候 整个头皮就会呈现一个过热的状态 那过热就是我们头皮 还有我们的毛囊最害怕的一件事情 过热会怎么样 就有可能会造成毛囊损伤 我们就会掉头发 掉头发这件事情对我们女生来讲 是有多么的恐怖 所以 当你在选择洗发精之前 其实也要稍微考量一下 你的吹风机会不会使你的头皮过热呢 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那这台吹风机呢 也是我朋友推荐我买的 他就说这款真的很好用 但是我看到它的价格会觉得 它也不是一个很平价的洗发精 你们知道吗 就是需要你去思考一下再去购买的 然后那时候我就一直很犹豫不决 最后我就蹭曼谷什么 什么周年庆啊 然后刷卡几点折价之类的 买了这一台 买了这台就发现我真的是一个新世界 我让我的头发我的头皮 活到了另外一个更健康更舒服的地方 这台它最厉害的地方是在于说 它有一个温控智能温控 就是它可以去侦测你现在吹吹头发的一个环境 然后去侦测它目前吹风机应该要给你的热风的温度大概是在哪里 不会让你整个头发 穿完头发之后整个头就这样热乎乎的不会 就是会避免你的毛囊受损 那当然它还有很多其他的模式 什么冷风啊 吹脸啊 吹头皮等等的这些模式 那这台呢其实它最主要就是它标榜这边有一个什么 水离纸嘛 其实我一开始也想说 啊水离纸真的有效吗 就有一点不相信的感觉 但是我用完之后我发现天啊 它是真的有效的你知道 因为我自己的头发是没有染也没有烫的头发 所以我其实使用它很快我会发现有效果 就是我的毛鳞片就会 因为本身就没有受损 就没有经过染烫的损害嘛 所以我很快就发现 欸我头发变得更滑顺了 更不毛躁 然后头发比较容易有那个天使光圈 我真的用完它之后 我就觉得我真的很难再回到一般的吹风机了 而且呢因为这种 这种吹风机呢 它的马达会比较强 它的马达比较强就可以节省你吹头发的时间 马达比较强就代表它的转速比较高嘛 所以转速觉得就是就是就是 你就可以很快的把你的头发吹干 是真的很快会吹干你的头发 比起我以前那天吹风机 嗯真的差太多了 反正呢 这一台吹风机就让我获得了一个非常健康的头皮 而且也节省我很多吹头发的时间 因为我这有人是每天洗头的 所以啊 我真的非常爱我这台吹风机 如果有任何爱惜自己秀法的人 请一定要入手一台好的吹风机 好 那以上呢就是我自己用下来真的觉得很好用的一些电器 那欢迎大家跟我分享一下 看完我的分享之后 你最想要买哪一样产品 或者是你自己也有一些私心投资的电器 也欢迎推荐给我啦 那今天就先这样 我们下次见 拜拜